謝謝主席啊 還是請教蔡局長 這個吳伯雄國民黨的榮譽主席啊 受人之託 受人之託 到中國去 講這個 一國兩區 一國兩區 這個事先啊你們有沒有這種國安資料 他會去拋出這個議題啊 沒有 沒有 可見 這脫塌的人蠻會保密的 你認為類似這種事件啊 雖然不會造成立即危險啊 但是讓整個台灣又付出 莫名其妙不必要的社會成本啊 是不是也是國安局應該 收集的 應該掌控的 資訊之一 你認為呢 任何對台灣會引起爭議的課題 我們都會去收集 我們也會把這些意見向上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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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可以說是言論自由呢 二位 基本上他現在沒有任何的公職了 就我們來講 現在不是國家的政策 所以每一個黨都有可以 要不要修法 你認為為了國安 為國家安全 類似這種行為要不要修法 修法 修法律啊 以後代表黨職務的 在跟其他國家的最重要官員 對話見面 等等的時候 要不要修法規範 你看法務部在管理民進黨是怎麼管的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啊 代交黨會 視同會選 但他是民間人士啊 他是個黨員啊 他也是黨員啊 但是他去講的是對國際安全有重大影響的 這個議題跟言論啊 那怎麼會說 他不是官員呢 他受人之託 託他的人是不是官員啊 託他的人是 總統 行政院長 還是誰啊 他已經公開說受人之託 你要不要調查一下 他去講 也許是他個人言論自由 在目前既有的法令下 拿他沒辦法 但是託他的人 如果 這個危機國家要職 要不要 追究 給你這個題目啊 你也不敢說啊 對不對 不過我們 各位也要知道 這個法令有他的上限 這個我是老覺得 因為他還沒有變為一個政府政策 所以你說 我們現在 向我們這些單位介入這些東西 事實上 並不合一 而且他受人之託 要自己脫金減兩 他去那邊不敢跟他說 一國就是中法民國 他其他通通講的 就那句話 我所講的一國兩清 一國就是中法民國 他不敢講 這當然是受人之託 要中人之事啊 他是自己打折啊 這就已經違反誠信了 所以啊這個 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心知肚明了 就這樣子吧 就這樣子啊 現在第三階段要開放 更明目張膽啊 你看 製造已經開放97%了 開放97%的意義是什麼 他要投資什麼 幾乎都可以投資什麼 那為什麼他現在要投資台灣啊 國安掌控的資料 他的動機 目的 那邊一定有開會 那邊一定有討論 才會你這個政策嘛 要投資台灣嘛 那你掌握的這個 這個信息是什麼 你那麼多情報人員 在那邊掌握的信息 他為什麼要投資台灣 那台灣這邊 那台灣這邊 馬上跟他呼應 你開放給他 有沒有資訊 國偉啊 中共你也知道了 中共對台灣的政策 他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大家心知肚明 那心知肚明 一般是 都是這個 留以想像而已啊 但是你國安 當局 你要掌控 確確的 資訊啊 他 他來說 我是善意的 但是善意不善意 就看他背後的資訊 做證明嘛 那你掌握的資訊是什麼 我要問了你 你稱之不稱之啊 其實基本上 他對台灣的作為 就是希望能達到 統一的目的嘛 我想這個沒有人會懷疑 這是一般想像嘛 想當的人 沒有任何人會懷疑 沒有任何人會懷疑 對啊 沒有人會懷疑 但是也不能說 因為這樣就確定這樣啊 但是也有 也有程度 也有項目 也有方向 也有權重 也有權重 之別啊 所以你掌握的資訊是什麼 他現在基於 控制哪一些 產業 哪個產品 哪家公司 你應該有 確確的 這個資訊 才對啊 還是不能宣布 不是 有主觀的意圖 客觀的條件成不成熟 嗯 這是要相對的 他想做到 以台灣今天的自主性 跟我們大家都愛這個地方 我不認為 他的主觀意圖 想做什麼 就能做什麼啦 但是他事實上是在做 希望如此啊 但是真的這樣嗎 有這麼厲害嗎 不要對自己沒有信心 你看又是這一句話 不要對自己沒有信心 好 我害了你 然後你很慘 你明天就完蛋了 我告訴你不要 不要沒有信心 明天發現真的沒有信心的時候 已經找不到人了 所以 偉安我給你 所以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觀念 告訴你們說 你們 不必要擔心 你們要有信心 安全 是個具體的東西 對 所以 不是觀念耶 那觀念可以這個 可以裝盡自強啊 不是 偉安我給你 所以我們一直 給你講說 我們有這麼多風險嗎 這個風險就是我們自己本身要自替 但是我們也要努力把這個風險 如果風險不能管控的話 你就不要製造 好 製造 就把你那些風險 怎麼給你 我要製造 我先把這個風險 都不給我 還可以製造 ave 再把這個風險 都不動 不動 但是 不能在這很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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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